《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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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我們繼續《打開聖經》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一個問題是 天主是否在意我們俗世的工作 為什麼要討論這個問題呢? 因為有的時候聽到有人有誤解 天主好像只關心與靈魂有關的工作 而關於我們的俗世的工作 比如說有關人的衣食住行的這樣的工作 沒有什麼價值 因為人來自泥土 歸於泥土 但實際上如果我們打開聖經來看的話 不完全是這樣 因為天主不僅僅是關心拯救靈魂的工作 天主也關心我們有關人的衣食住行的工作 我們人在這個世界上的所有的這些忙碌 也是天主所關心的 為什麼這樣講呢? 我們先看《創世紀》的第一章二十六節 當時天主造了人以後 天主對人講的第一句話裡面 有這樣一個話 它說 叫祂管理海中的魚、天空、飛鳥、牲畜 各種野獸在地上爬行的各種爬蟲 而接下來在第二章十五節 又有這樣講說 上主、天主將人安置在伊點的樂園內 叫祂公眾看守樂園 公眾看守樂園 所以人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 在人犯罪之前 天主給人生命 讓人生育繁衍 同時天主給了人一個使命 一個任務 就是給了人一份工作要做 因此我們這些屬世的忙碌 我們所做的許多的工作 我們管理打點天主所給我們的家園 也是天主所喜悅的 是天主招教我們的一部分 所以這些工作有兩種 一種是有報酬的 一種是沒有報酬的 比如說父母在家帶孩子 做家務等等這些 比如說聖家所表現給我們的聖若瑟 瑪利亞 在家裡從小帶著小耶穌 所有的這些工作 是天主所喜悅的 還有的工作是獲得報酬的 比如說聖若瑟 比如說他是一個木匠 而且不光是聖若瑟 我們知道主耶穌也是一個木匠 因為在馬爾古福音第六章第三節的時候 我們聽到他的家鄉的人 在論集耶穌的時候 講了這樣一句話說 這人不就是那個木匠嗎? 所以我們知道 主耶穌也是工作的 在他的家鄉的時候 他曾經是一個木匠 所以我們做一個俗世的工作 我們作為一個基督徒 去做一個俗世的工作 我們應當怎麼樣去做 也是天主所關心的 我們不是唯利是徒 也不是損人利己 那應當怎麼去做呢? 我們看主耶穌講了兩句話 一個是在 《若望福音》第六章的二十九節 主耶穌說 天主要你們所做的事業 就是你們信從祂所派遣來的 所做的事業是信從祂所派遣來的 信從主耶穌 接下來又有一句 在十七章的十五節 這樣說 我不求你將他們從世界上撤去 只求你保護他們脫免邪惡 這是主耶穌向天父的祈求 換句話說 基督徒並沒有從這個世界上被撤去 而是繼續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仍然繼續地工作 同時我們要工作 是以一個信主的人的態度去工作 所以從事世俗的工作 我們是以一個誠實的、勤勉的、認真的、善良的 和有人的尊嚴的這樣的一個態度 去從事世俗的工作 那我們的這一份工作 也就成為愛主愛人的一個表達 好 今天我們就講到這裡 下期再會 主佑平安